我們問各位一個我們問過的問題 因為磁場發生變化 會升感應電流 我就要再問一次 誰會給我磁場 然後就會衍生到一個問題 如何發生變化 如何發生變化 來 這個題我們問過了 誰會給我磁場 我們前面問過這一題 磁鐵還有嗎 電磁鐵很好還有一個很大字的那個 地球很好 基本上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地球的磁場 所以地球磁場就是沒變 可是可不可以去改變天然磁鐵給我的磁場 怎麼改變 能不能改變 電磁鐵或者是電磁給我的磁場 又要怎麼改變 然後等一下就各 題目 出來 這樣子改變 那樣子改變 然後再問你現在有的那樣的事情 OK 一個磁場來源 第二個 剛剛問這問題 怎麼樣讓他會有變化 剛才講的法拉帝做事件 什麼運動中 什麼事件對不對 你還記得嗎 OK 來 怎麼樣讓那個磁場 比如說你旁邊有一個磁棒 這個磁棒給你的磁場 如何能夠感受到他磁場的變化 那旁邊有個電流 電流給我磁場 如何感受他給我的磁場變化 有哪一些方法會造成磁場的變化 有哪些方法 想想看 思考一下 這個是考試最常出現的狀況 相對運動 靠近或遠離 不管你是導線 生的磁場 或者你是磁鐵生的磁場 我靠近一點或遠離一點 我的磁場就有變化 就變化 所謂的有相對運動 考試會畫圖 看到他有相對運動 就知道他會 有磁場變化 會有改變 所以第一個有相對運動 那如果是 通電有磁場的 我就改變 電流的大小或方向 因為方向不一樣 磁場方向就不一樣 那就會 有變化 大小一樣 先講過了 電流大小會影響 磁場大小生也會影 第三個是你目前應該 比較不會想到的 轉圈圈 剛給你提過了 這個轉圈圈就是所謂的 磁通量變化 垂直面積的磁力線速度改變 所以現在完全垂直 全部通過 一轉 他就會不一樣多了 變成 體內就變成沒有 這樣子叫做有變化 那在我們講 發電機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 轉圈圈的狀況 所以這些 就會使我的磁場 發生變化 那麼 第一個最常 烤最常出現 第二個也會烤 也會出現 第三個是在講 發電機的時候 會出現 請問你 按下瞬間 有沒有偏轉 有偏轉 為什麼有偏轉 為什麼有偏轉 開關按下去 之前 右手邊沒有電流 沒有磁場 對不對 按下去的瞬間 那一瞬間就從沒電流變成 有電流 就會從沒磁場變成有磁場 所以 他就是 瞬間有變化 所以 有磁場變化 就會升感應電流 所以這個情況叫做會偏轉 請問你 一直按著 一直按著 會不會偏轉 保持接通 會不會偏轉 不會 很好 搖頭不會 為什麼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你 通了以後 就有電流 對不對 有電流 就有磁場 然後他的 都維持 都一樣 電流大小一樣 什麼都一樣 所以磁場就沒有變化 所以變成現在有磁場 等一下有磁場 一直都有磁場 磁場還通通都一樣大 所以就沒有變化 磁場沒有變化 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就不會偏轉 那斷掉會不會有電流 不會 按下去 剛按下去有 然後持續按沒有 斷掉瞬間有沒有 沒有 沒有 答案是有 為什麼有 也跟剛才反過來而已 意思一樣 現在是通的 有電流 有磁場 斷掉之後呢 沒電流 沒磁場 就從有磁場 變成 沒磁場 叫做磁場有 變化 所以他就會升 感應電流 他就會升感應電流 這只有單純的問你 有沒有感應電流 沒有問電流方向 電流方向是後面要解決的事情 他就問你 所以重點是我們前面提示過的重點 叫做 有磁場變化 會升感應電流 沒有磁場變化 就沒有感應電流 OK嗎 要有變化 才會有電流 就是我們的重點 OK